第四個缺點 第四個缺點就是我們整個LED面板是沒有辦法到 第四個缺點就是我們背景的LED面板是沒有辦法到很黑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燈光 或是你的整個面板是一個白天的狀態 那它的面板其實是會反光的 所以你如果很亮的狀況下 那你的面板它的對比度就會變得比較低 那就會跟前面的黑點不太一樣 就可能前景就是人物的黑是非常非常黑 那背景可能已經變成灰灰的 就沒有到這麼黑 所以你變成也是會有點脫離現實的感覺 虛擬XR攝影棚就是要讓你越像是在真實拍攝的感覺 但是你就是因為這些對比或是顏色匹配不相 Jesus Christ 那第四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光線強度太強 像是我們的整個背景牆都是白天 那第四個缺點就是如果我們整個背景牆都是白天 然後我們又打了各種的光讓它呈現白天 那我們整個面板它其實是會反光的 所以我們的黑點就會變得比較不黑 就是我們的對比度也會降低 因為我們背景牆的面板是會反光的 那整個光線很強 那整個就是大反光的狀態 所以呢我們的就是對比度會降低 那跟前景的黑點也會長不太一樣 就變成後面灰灰的 但是前面的人物跟物體是可以到更黑的黑點 就變成比較沒有說服力 就又是一樣就是回到沒有說服力而已 Jesus Christ 那第四個缺點就是如果我們的整個背景 那第四個缺點就是我們整個背景牆如果是一個白天的狀態 然後我們燈光又打了各種大燈 然後要呈現白天的狀態 那這樣子我們的背景牆其實是會反光的 然後讓我們的畫面變得對比度比較低 那這個變成你前景的黑點跟背景的黑點就不太一樣 這也是跟說服力有關 變成你前面可能黑點是非常非常的黑 那背景就看起來灰灰的 就變成我不知道他們要怎麼去色彩匹配 因為我們現場拍了什麼東西 我們後製理論上是 除非他們後製花很多錢去把它全部再重改 或是怎麼樣 不然就變成你前景比較黑 後面是比較灰的狀態 就是減少一點點的說服力啦 呵呵 第四個缺點就是如果我們背景牆全部都是像是白天的場景 那我們前景又有燈光這樣子打 然後打白天的太陽之類的 那這樣子我們整個背景牆其實會是反光的狀態 因為它的面板就有點反光 所以我們後面面板對比度就會降低許多 變成灰灰的一光 我們第四個缺點就是如果我們整個背景牆可能是一個白天的狀態 我們前景又打了幾盞可能大燈 然後就是要模擬陽光的感覺 變成我們背景牆會反光 就是它的面板會反光 所以它的反光就會讓背景畫面對比降低 變成我們前景的黑點跟背景的黑點就不太一樣 前景的黑點已經超級好極黑 但是背景是灰灰的 就減少一點的說服力 就感覺你的前景跟背景是分開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調色要做的事情嗎 因為後製也 調色很難去把人跟背景分開吧 應該是幾乎沒有什麼可能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他們調色非常厲害 我也不知道 反正這也是我看到的問題